青山福地 青山福地 一座充满神秘感的山墨地带 我曾经听过不止一个朋友这样去形容它 它说当它第一次置身在青山之上 望去青山福地的时间 它形容是想不到香港会有一个 那么有气势那么漂亮的山墨地带 原来香港真的那么漂亮 一处山西崎嶇 有懸崖、有峡谷、有浮沙碎石 有风化了的冲沟 而且还要夹合时间 没有练把的时间才可以上得来的一块福地 而在2022年6月1日 航拍规例生效之后 这块那么漂亮的福地 就不可以用航拍拍下来 这个把握时间和大家再来一次这一片青山福地 因有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2022年5月的一个航拍画面 出发之前当然要提提大家 启动你的YASMI保险 意外往往发生意料之外 更何法是一条一定难度的青山福地 拖曼的时候 可以用我的折扣QR Code 可以有七五折的优惠 Hello 大家好 我是导致Meo 身处在龙谷滩的巴士站 我搭K52号巴士 来到这个位置 K52号是相当抵达的 搭港币是免费接驳之余 还要搭了一个小时 OK 我们现在就由这个龙谷滩村出发 沿着龙谷滩路向去烂角咀那边的方向走 不是去烂角咀 我们大概走500米左右的距离 右手边就是我们正式入山的位置 今天走哪里呢? 不记得说了 今天就走青山福地 趁着蓝天白云的天气 上去福地走一转 几十米的防障 旁边之后呢 开始接近 这条的坑桥路旁边 巴士站算起 大概走了500米左右的距离 到这个位置 转到这条的楼梯级 右手边 一下来看到第一个南关 要过一个水沓 虽然那些是防水 但是这么大的水沓 都在收拾 看怎么过 先去楼梯 刚才不注意 旁边的水沓 真是防水 面团都湿了 但里面还可以 走前一点点 过去 应该在前一点 那边可以 在这里爆点 否则会湿得很厉害 经过来考察之后 我决定不在这个位置过 因为是湿硬的 既然湿硬就无谓博 一开锅就湿硬的 几个小时 不舒服的 走前一点点 那条路 不过那条路 就要上到一个位置 屈曲 刚才去到这个 修旅石室 我们其中的景点 第一个景点 没办法 不想湿身 龙古滩路回头路 差不多到我们 另一个入山位置 这个大路很小的 大路很小的 大路很小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 如果我们刚才沿着这条 来到这个位置 先回望 在这里 西进来 这两栋村屋的旁边 沿着直行 我的右手边 一间叫金圆厂的铁厂 沿着直行 前小小有一个入口位置 在右手边的方向 穿过这个 那里应该都是属于 铁厂部分的位置 可是借一借路 应该没问题 就正式开始上山 非常之清楚的位置 行山行山和行山 在这里进去 有丝带 有石路 先拍摄路 看到两边有一些水 小泽 刚才我们一个不小心 踩到这些这么骯髒的水 幸好对鞋放水 其实我有时候 都不是很在意 防不防水 但是这次真的帮不上手 否则那些臭水 左右两边有路 我们原来右走哪走 不用上去住 好 接着开阳这个位置 前面看到很多石 这堆石 就是我们要去的目标方向 好 拍摄路况给大家看看 两边有路 一边是建了很漂亮的 花岗石 这些有心人整的石路 OK 讲讲 为什么我刚才走一条 比较少的人走的路 因为看到地图有路 那里是最近的 那我不探过 又怎知道这条路 如果走不到呢 其实只有一个水桶 过了就没东西了 可能未必干行更好 因为早轮流的机场大雨 積了些水 OK 否则那位都应该过得到 也是最近这个 修理汉书石室 那堆石群 好 来到这个位置 前面直望这堆 就是修理汉书石室的方向 这边看当然不像 一堆石 某些角度看 跨过去 猜不到这段山径 收出得这么漂亮 这么人工化楼梯 级 看个款中 还准备做些篮杆 看出来 用古摊路 和这个 用古摊的两支烟通 对面看到机场吗 好 来到这个位置 可以留意了 好多的大石 我们明明了 向下走一段 才去到这个修理汉书石室 这么大的石 下面应该是那一块 OK 这边有丝带上来 我们先沿路 先沿路 好 这块大波板 走 够咬地 没什么问题 够咬地 小心点 坐下人 OK 好 好 石边 拍一下给大家看看 先 OK 这块波板 沿着旁边的竹 下去 要远路上回来 最不想的就是这个 拍多一点点路 给大家看看 这段路我都没来过的 青山福地 拍片来计 就拍过一次 那次我就不是由这边上 只要加入少少的方向上 所以这段是没走过的 OK 好 看回这个石边的位置 过去 这里有丝带 沿着丝带 倒头落 竹林隧道 都不算短短的 我个人都紧紧 刚刚可以站直的 某些位 有些位 有些位也要倒下 一点点 好了 哇 有条毛毛虫在这里 看不看得到 看看 我 被毛毛打架 毛毛虫 但是可能是 蜘蛛网 前面有这么大的石 又是 修铝石室 的后方 接下来 下来 看 整个石 里面 看不见修铝 进了修铝 心腹里面 我们要去外围 找个有利的位置 另外给大家看看 是挺像的 我都觉得 好 很多石带 这里有些蜜蜜的感觉 沿着石带边走 基本上 就好像 黑人隧道 在石上 捐来捐去 抬头镜头 看看 先看看 有多大的石 我们在石垒里 穿回去 这位置很清凉 还有一些回音 右边 有一条很大的石垒 几层很高 左边 有一条有丝带的石垒 在石垒里面 这些是顾问 是否有着巢 不过沿着右边 看下不下到 下到这边 下到这边 会比较低的位置 先拍照 从这个位置 看下到下面 都整个人这么高 没有什么抬手 不在这里 沿着 有丝带那边 前人的经验 就是那条丝带 丝带 之后五角有落落 但是在这个位置 那些树巾 抬手下回去 在这个位置 那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位置有些手位 OK的 下来了 刚才那个位置 基本上没有手力 是处理不到的 OK 这些打卡位 都不是一般 交友朋友 可以到得到 继续下来 先给个回头警告大家 先 下到这个位置 平衡 站得稳 还有位置宽 让大家看看 刚刚在这几条石垒上面 在上面 这条树干的后肩 那两个石垒下来 因为回头都会经过这里 如果我找到其他路的话 OK 到时再拍给大家看看 是处理的 离开这个充满丝带的大石垒 要找一个开阳的位置 这里怎么看都不错 开阳位置 这里有条丝带 有条石垒 下面 这边没有丝带 试试完这边石垒走 这里有个洞 好 穿出来 好像刚晚一点 加一些浑水 这里有个人的側面 有个嘴里有个眼 还有个高高的鼻 来个哈鲁时段 竟然设置错了模式 来了个快镜 大概想描述一下位置 就是我们最初的起步位置 好 抱歉 sir 刚刚看了按键的设定 按错键 来了个快镜 mode 这里想拍给大家看看 环境 但是按错键 没办法 来到这个位置 要补充描述先 刚刚查一些片 原来刚才 不知为什么按了快镜 没办法 我不会回去 那边都吵架 大约刚才去到某一个位置 发觉 原来已经是距离我起步的位置 只是有90米的距离 不像在下距离 再看上去看一看 我也不想去到底的时间 很沮丧地回头 所以决定在那里 就回头了 我估计可能上到高点位置 在高点位置 再看上去 才像一个修旅看书的画面 到时有没有都好 都不会回头了 而刚刚在这里探索路 这边有石材过去 直进去 以为有路 但原来就是刚才我说 一个人高 而没有什么手 所以现在我会继续 住这边 私底下路 回头 幸好刚才下来的那段 影片没问题 OK 继续上去 这位算不算来回地獄有折返 要上去 好 先拍摄这个位置 刚才下来的地方 还可以上去 真的要扎一点 有点高 到我胸口 没什么手位和扎 要放在背楼上去 才能再上去 好了 过去了 一个人没办法拍给大家看 有多吵架 大概我描述是 基本上用手力 硬撐自己上去 手力不够都处理不到 再过去再说 刚刚这个位过来 但这里看回底下 有个洞 其实这个洞 也可能过到 低能仔 如果我这么瘦 应该过到这个位置 总之也是那句 过不过都好 是有难度的 这里 并非想象中容易 OK 继续上去 跨上去 从高位看修女石室 在外观看就没问题 落到这里是有难度的 好了 上去 有一次经过这段小竹林 离开这个石室的底部 好了 又过回来这块大波板 沿越旁边跨前一点 才要进一块波板 出波板 好了 出品真是大路了 再看看方向 应该是我错失了 和修女的一面之缘 铁厂那边 刚才我们沿越铁厂 旁边走 看到吗 大概在我们途径的位置 看回来 应该是最似的 除非不是 我没有查过 我可能去到这位置 又被一些师兄笑 不要紧 那我真的没来过 对吧 总而我来说 没什么所谓 看不看到修女外观 都是一个感觉 哇 好似的 一半 是这两个答案 反而我最想是进入石室 里面 是挺好玩 挺个人的 真的有点难度 不攀爬开的 绝对不建议来试 两边有路 来到这位置 很好风 虽然晒 但是有些风 感觉相当不错 外边还有很大的石 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出去 沿着电塔底的方向走 今天巴士又比预期久了 找那个修女石室 又玩久了 也不知道该不会下山 下午还有些东西 来到这位置 给前行地图 大家看看 有点飘离 青山福地也有名 顺虹是很差的 还没进入福地的中心地带 但不要紧 看地图形方向 地图上显示有个电塔 我们沿着电塔底的方向走 初级的路 而且前面还有路 现在看到有心人的指示 这里写着新龙救 两边都有路 一身一救 再望一点 有个祈福的石塔 继续上 这位置有狗吠声 是狗笠浪 穿狗还是狗 又来得近 走过去看看 保存安全距离 是这个方向 声音是这个方向 我先给他一些气势 好 走 沿着电塔底走 应该是生狗 好了 来到电塔底的附近位置 固然之要再看看地图 确定身处的位置 看地图 我们不要计定位的点 望远一点 我们朝着直去的方向走 如果看到有路 我们沿着前面的堆石裙走 前面的堆石裙很漂亮 先给他一张照片 同时 看完后 坐下来看看 电塔底附近 有个石碑 在这里 DL16 这些是我们很喜欢法国的山上石碑 现在没有什么特别 过了一百几十年 那些行山人就是找到这些 继续上去 看一看前方的位置 我们距离这个花香路顶 做300厘米距离 先休息一下 看一看后面的风景 这里的风景这么漂亮 当然这么好天 不会浪败了吧 好 看见我们的10点至11点方向 你知标高柱 花香路顶 很漂亮 开阳的位置 看到旗杆 有练靶 就会升旗 今天没有升旗 直望过去 青山 我们的山顶方向 在左手边 花香路顶 描述一下这个路况 其实我们原则上是不需要过去的 因为我们上次在这个青山福地是这样过来 所以顺越走才会经过 我们之后的路是在这边的 不过 人们来到今天这么清充脆绿的青山福地 不欠我一点点 有点蚝给它 上去 就会上去 拍摄 一点点 也则 你把牙子 放大 成功 有没有 消费 ğ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放转飞机 吃些小东西 开始下了浮沙碎石路 这段路先拍给大家看 可能大家都觉得很欺人 但是还是小心一点 我说是不能够处理 跳来跳去都没问题 这个位置看过去的青山方向 很漂亮的声音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是不会介意天热上山 而这个 练把旗杆 加紧的布 比如其曼杆非常多 这个位置下不下 旁边下得好些 这个位置下得好些 这个位置下得好些 第二路 由这个出发我们下一站去青崇雄角 其实中间还会经过一个叫 荒包石的位置 非常神似的一块石 不过 今天的时间真的讲讲 最主要想上来 放下飞机 所以很急赶的时间 都走上来一转 不过荒包石了 有兴趣的 看我之前那条青山 本地的片 那里也有去到荒包石 拍照打卡 值得去的 在开阳位置 有三块大石 刚刚的石 那中间 看过去 就是青山的碑化石站 这个石 很过瘾 打卡位 这个位置很高 OK 离开这个位置 那个位置 就是这块大石的后面 隐约见到施带 这个位置 听不听到风声啊? 很舒服 青山幅地日固形 只要拍多一路 给大家看看 近距离这儿 每一级都会浮沙碎石 跌你不死的话 不小心 都是会损手难脚的 那我找一个 好点的位置 来到这儿 小心点 躲下少许人 先拍一下 下跌 应该拍到的 应该拍到的 OK 前行方向之余 来个回望镜头 刚刚那块大石 各位 之后沿着浮沙碎石 指数都相当之高的 看到有个直升机啊? 飞得很低 我相信它是看到我的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两条 丝带 前面有条毛巾 这里有一条山沟 这个位置 是花浪古道 这里有一段 风化了的路段 在那边的花浪古道 来到另一个开阳的位置 直观又看一条青山 这个位置距离 我们在一个景点 青虫红角大 700米都距离 这是一个回望镜头 刚刚那块石在那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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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搜到前方 三边都有路 左手边 中间 和右手边 中间 和右手边 别管前面有三条路 留下你的位置 要跨到另一边的位置 才可以再决定走哪一边 我们要走的路 是最右手边的那条 我们要先到这个位置 先到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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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再到另一边 刚刚就在这个位置下来 是不是很浮沙水石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 一片湿地 看镜头 刚刚那边的位置 其实也有一些级位置 应该比我这边 应该比我这边 好 刚才我们沿着这边 好了 来到自行判断 沿着这个湿的地 向前走 这条沿着这条沿着 这条沿着 叫大懒沿 荒包石就在沿的再上游 少许位置 先过去 刚刚我们走的路 就在对面 不过 是 算了 既然来到这个位置 就没可能真的不上荒包 小心点 跳一下 先拍一下 给大家看看 之前也下过雨 所以 水是比预期大的 上次来的时间 是没有那么大水 不过又未知过不了 小心点 过 拍一下路 给大家看 基本上是沿着沿着 上去 听说旁边有路 不过未试过走 所以还是沿着沿着 再进去 水清洁到 这里是可以湿下沿着沿着沿着的 几次来的时间 都觉得水是清洁的 方包在前面 有没有看到 4片 什么牌子就不知道 过来看看 就是这几片方包了 由于一个人来的关系 我们就没办法 可以很轻心地打卡 闪闪一下 OK 离开这个热门打卡位置大懒溪的荒包石 我们会沿着间落回去 听些声音说旁边很有路可以出班接班山径 但是我之前就不觉得 现在就一旦走一旦再找一下 有就多一条路给大家 没有就沿路落到刚才的位置 话口还没沿过几步路 看到这条陈年旧丝带 这个位置看一看 很近距离这个荒包石 平路计十几步路就能够到 不如试一下这里出去吧 好了 刚刚停下来确定地图的方向 可以的 这里向上走一段之后 就转左手边 接回我们原本要走的路 好了 上来这个顶位 前面直望 青山的顶 会望后面 几个大石的位置 就是荒包石的位置 我们刚刚 应该是这条过去 这条下来的OK 原来这里还有条路 可以落到这条大懒溪 如果我们刚才直队 应该是这边上的 上来发觉 从这里上有点蚀蚀地 地图上面显示了一条路 我反而回到那边 但是一看 不多过一条路 它又要下去再上回 这些这么短距离的等高市 未必反应到 那我当然不会这样再下去 而直去有两个做法 一下就skip了青松韩国 直去梁田甲那边 一下就去到前一点 屈回到青松韩国 才会再直队 即是要兜回头路 如何取舍呢 去到前一点再决定 来到这个位置 先给大家看 未到青松韩国 或者是月牙谷 都已经见到一个 很深的峡谷 其实这里是很多的 不过 即是未必每一个 都有一些文言也事 给到个名字 就是不够他们漂亮 OK 但我们是会经过的 始终都是 出现的路边 所以 不会错过去不拍 对吧 这些位置应该是可以 下得到去 但下去就要小心 我们沿着旁边走到险潮 实质上是外一点 还有个老仔 有些草莓 不会突然滚到下谷 这个位置是这样的 基本上它高过我们 还有两三尺 所以不需要担心滚下去 青松韩国 就在我们的左手边 确实应该是正正左手边 跑了一轮之后 决定都是不过去 因为要绕这个框 这样过去 时间不许可 但今天是一个告别之旅 第一就是 下个月就应该不可以放航拍了 想争取时间 把握机会 就在这个条例实施之前 在好天日子 来转转飞机 与此同时 下午就会约了一个 将会来香港的朋友 吃个茶 做一个告别 这样 鱼鱼红掌之下 就要做取舍 刚才说方包石 是一个鱼鱼红掌的例子 我以为可以两者兼得 去完方包石之后 继续走到我要走的路 谁知道是要取舍 没有了个红掌 就算我现在再过这个青虫红角也好 之后可能那些路段都要取舍 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让人都要得到 吃了块面包 吃滞了就过不了青虫红角 算了 我想在月牙谷飞转飞机 出来的感觉都差不多 好了 继续上 又是继续风化了的路段 这棵树几齐整地 被烧毁了 黑蒙蒙 这些都是青虫红角 旁边的青虫 来到开洋位置来到360 先留这个大佬 大概三点方向 青山 背后走过的路 起起伏伏 青虫红角 应该是那个位置 我们决定了 不会走过去 所以不过去这个青虫红角 但既然今天还可以放下飞机的话 放下飞机去看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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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分岔路口 右边过青山 左边月牙谷方向 我们沿着左手边走 分岔路 左边有路 右边有路 我们沿着右手边方向 月牙谷在我们的右手边 都是那句 来到看看地图 稳稳点 看多点 很近的低飞直升机 这个高度可能是六七十米 都不知道好不好 争取时间 这些路可以跑一下 跑着去 好 来到这个位置 也有一个峡谷位 有些司令司令人一直在打卡 我不在这儿九刀 要争取时间 去我们的真正目标 月牙谷 好 来到这些低一点 也要走出点看一看 好啦 下低一点 才能看到真正的月牙谷 这个位置 各位小心点看看 先看看 其實這裡有點指月牙谷 還有青蟲紅角 還有沿道寺那邊方向的凌虛谷 還有大食嘴谷 坑青四谷 四谷以外還有很多小谷 在谷邊又再拍到鏡頭 這個位置不放飛機了 真的不夠時間 好了 最後一個月牙谷鏡頭 可能我近來去完沿道寺那兩個谷 我覺得好像那兩個 震撼度數和漂亮的程度 大於這兩個 離開月牙谷 會橫過一條小坑間 沙泥一踩下去的塔 跳過去 繼續往上走 上一條小坑間 下一個標誌性的位置 是五道水 由這裡去到糧田坑 不是廣落山 大空地 大概1.6公里左右的距離 從這裡看到水 這裡不是五道水 是雙青溪 水很清 濕下手濕下腳都很開心 但是多清 那些水 馬上又喝 想喝水的感覺 不過不要喝這些 還過這條這麼清澈的雙青溪 小心一點 跨過去 沿對面山徑 繼續走 過完雙青溪之後 前面的路方是這樣的 我們會沿著這裡直過去 後面就是糧田坑 會望鏡頭 剛剛我們走過的路 下面這條就是雙青溪 直去的方向都看到很多絲帶 飄飄一下 這一段會看到一條雙青溪的分枝 分枝旁邊有條小徑 我走的小徑 和很多絲帶 慢慢西來這條枝樓 由於未未向上走 剛才拍給大家看 我們過梁田坑之前 是要跨過那個山脊的 又聽到流水聲 看看那個位置 水清潔到 這裡有一條路 兩條路 三條路 都是去我們想去的地方 錄下流水聲 拍下過間碼給大家看看 很清澈 過間之後 微微靠右手邊 這條路是開陽一點的 過間之前 從遠處的位置 看好一點的路 就會更清晰 OK 這條路是清楚很多的 看一看地圖 現在上一條路 和我上次上的路 那條路有少少出入 上次上一條路 明明靠右少少 好 上一半島 前面的路是這樣的 再來一個匯網鏡頭 匯網鏡頭 是這樣的 看不見到有流水 我們在那個位置 然後沿著這樣 慢慢走上來 好了 上去高的位置 剛剛上了這個位置 前面而來 還有一個山坡要上的 上了山坡之後 看到前面那條路嗎 那裡就是這條均路 下回梁田駕的位置 走前一點 看不需要 一定要上這個山坡 這個小山坡 遠看到 很斜 很大座 走近一點 幾步路過了 算了 不要想了 過了 好了 真是來到高位了 看回去 11點方向 梁田駕 我們的終點 落終點之前 看回右手邊 青山方向 就是下面一道 由左到右 就是 貝寧雙道 差不多到的時間 給我回望鏡頭 雖然這段落山路段 短短的 不走開這些路段 都會覺得很吃力 就算有處理這些路段經驗的 我現在都覺得很吃力 所以不要輕鬆路段 繼續下 亮景 位置 有紅有藍絲帶 short cut 石屎路仔 我們的右手邊 short short 這些路段 崎嶇一點 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頭盔 你注意到 剛才 這個 青山福地的路段 這裡 不應該有問題 OK short cut 後段 有些 有心人造的石級 斷斷 會出現一下 太棒了 這段short cut 還避過最多人的位置 懶有拍下 二有拍下 這條絕對不一條二的路線 如果我叫人家大熱天時 上這個青山福地 被一些初階的行山朋友 都會說 有沒有搞錯 OK 都是那句 量力而為 看你的體能和你的經驗 去到哪裡 決定你應不應該 或者可不可以上去 青山福地 青山大就沒有二路了 過完這個月 也都在上面 不能放到飛機 今天就特地來走一轉 拍在天空上面 拍下去 畫面給大家看 下個月 無論你飛到多低也好 一起飛機 就是犯法 OK 沒辦法 發力就是這樣 這條不錯的路線 每次走都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今天時間這麼趕都要過來 因為要捕捉最後的悲行機會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短片分享 直落到梁景邨 有巴士出到屯門 轉車站的方向去邊都沒有問題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短片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頻道 和選下給我興趣行山交友的朋友 訂閱之後 將零星按住 全部按鈴鐺 每次上片的時候 就會收到通知 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今天分享到你為止 下條片再見 拜拜